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的三位清洁大人就在这里一战身手 首先有请我们的正前大人陈正 亲近的精髓在一五五进其右 大肺一针一头 尖叫马 接下来是胖婶清洁公司的胖婶 宝洁我们是愿意 厉害了 接下来是压轴出场的宝洁园中的偶像 偶像界中的宝洁园 其实是我自己了 收纳达人 赶快 嘿嘿 最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万年不变的尊敬行为 涛涛按个球球 火山木比赛开始 在很多人看来 大嫂兽无非就是三个字 扔扔扔 东西脏了扔 东西旧了扔 想找个理由换新款 也要扔 你们知道每年有多少无辜的东西被扔掉吗 你们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 所以 我大嫂兽的原则就是 什么都不扔 你们先别急着表扬我 我还有更绝的呢 我有大桶油 我有小空瓶 小平衣油 我有旧毛巾 我有小剪刀 小抹布 你们这是干嘛 怎么样 一年都用磨了一大桶油 变成一小瓶油 旧毛巾 变成小抹布 资源整合 废无利用 我厉不厉害 那个 我们还是先听一下这个专业评委的点评吧 哎 球球 首先 陈正选手们节线及选择的肯定 全场给陈正鼓掌 但是呢 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什么事实啊 你这桶油都吃了一年多了 就不担心已经变质了 怎么可能 这上面的保质期写了有18个月呀 虽然看似保质期很长 但一旦开封保质期就会缩短 而你一股脑的把它们全部留存继续使用 可是不利益健康的哦 啊 食用油也会提前过期啊 没错 球球车就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呢 像这种我们在超市买的食用油啊 上面会写着保质期18个月 可是呢 又有人说啊 像这种食用油 一旦开封之后 它的保质期就没有这么长了 这会是真的吗 鸡鸡呢 今天就会走访几户市民朋友家中 来看看 您家的食用油到底吃了多久了呢 像这样一壶油 你会用多长时间 没在意过 反正时间应该挺长的 至少一年吧 搞大半年吧 一年多两年了吧 做饭的就算一两年多 你知道这个油放久了会变质吗 不知道啊 不太知道不太清楚 反正也不太知道 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 没有过那个保质期 基本上不会变质吧 从我晶晶刚刚的采访发现啊 居民家中的食用油呢 一般是放了6个月左右 没有超过18个月保质期的 但是没有超过18个月保质期 就证明这些食用油没有变质吗 所以呢 晶晶分别是选择了 在居民家中存放时间长达6个月 12个月和16个月的食用油 一会儿呢 我会把这些油啊 送到专业的机构去进行检测 看看会发生什么 现在我们来到了 我食用油企业的生产工厂 我们将这三壶开崩后 分别放置了6个月 12个月和16个月的食用油 进行了取样 看看这几壶油 是否在保质期内就已经变质了呢 在食用油国家标准中 最重要的是供氧化值和酸价 这两项指标 如果它们任何一项超过了国家标准 就可以断定为变质的油 因此 本次试验就是要测试 食用油的供氧化值和酸价 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测 我们得知 除了食用6个月的食用油以外 其余两种食用油的酸价和供氧化值 都已经超标 说明这两种食用油都已经变质 明明这三种食用油还在保质期内 为什么却有两桶显示已经变质了呢 想要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们首先得了解什么是保质期 食用油的变质与否呢 其实并不只是与开封时间的长短有关 温度 环境 食用油本身的性质 都对保质期有影响 我们的食用油外包装上一般 写的是18个月的保质期 但是在开封之后 在冬天啊 由于温度比较低 短期内呢也不会变质 相反如果在夏天的话 由于温度高 湿度大 加上人习惯性的放在灶台边上 所以油的保质期呢 就会相对短一些 在这里呢 我们建议大家呢 为了延长油的保存时间 不要把油啊 随手就放在灶台边 在它温度高的地方 新闻大学生再次提醒您 包装上写的保质期是指没有开封的情况下 储存环境良好的使用最长期限 如果开封后 保质期根据存放条件和空气接触 几率会大打折扣 如果务时变日的食物 很可能会危害到您的健康 哦 原来如此啊 原来一个保质期 有这么多名堂啊 但是我们平时用的牙膏 这样的生活用品 反正它也吃不到肚子里面去 只要不过期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吧 错 像牙膏这类日用品 一旦开封在保质期内 也有提前失效的可能 您认为 拥有一口洁白亮亮的牙齿 需要哪几个因素 早晚刷牙 勤快牙刷 再加上一款合适的牙膏就够了 或许没那么简单 有人说 您买的牙膏一旦开封 膏体中的有效成分会迅速减少 使您的牙膏提前失效 如果使用这样的牙膏 很可能达不到您购买时预期的功效 这是真的吗 如果说一个单身汉 每天在家里 只是早上和晚上用两次牙膏的话 那这样一支 我们普通装了200克的牙膏 它得用多少天呢 下面有请我们的职业员来挤牙膏 看来我们的职业员呢 还需要一些时间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间隙 给大家来讲一些 用牙膏的小尝试 其实啊 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 挤牙膏并不是指的越多越好 反而如果说挤多了牙膏 造成务实的话 这样呢会导致我们身体 这个摄浮量过多 这样呢 反而会让我们的牙齿 变得脆弱起来 所以说呢 我们成人平常刷牙的时候啊 就挤这么一根豌豆大小的量 就可以了 而像两岁以下的小孩的话 一般挤一粒米的大小就可以了 挤得怎么样了 这满满的都快被你挤完了耶 已经挤完了 已经挤完了啊 整支牙膏 哇 小果子不错呀 哇 这真的已经很干净了 完全扁了 这有一个庞大的任务要我来数了 这到底有多少支牙刷呢 好 据我们统计呢 这满满的一面的牙刷 总共是215支 也就是说 单身汉女性用两支的话呢 可以用107天 大概是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啊 这还不算上是 平常出个差呀 或者是不在家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呢 丁丁会去市民家中调查 看看您家的牙膏啊 开封多长时间了呢 像这样一只牙膏能用多长时间啊 五个月吧 一年多可以用那个啊 半年吧 胳膊叶吧 半年多了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很多市民都没有特别关注过 牙膏的使用时长 而且有的人家里不只用一条牙膏 而是同时购买了好几种轮番使用 这大大增加了牙膏的使用时间 有的甚至需要一年多才能够全部用完 这些使用年线久的牙膏成分 究竟会失效吗 我们赶紧用实验来证明一下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一个知名品牌 牙膏的生产基地 牙膏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在制作的过程中又有什么讲究吗 说实话我也特别好奇 我们赶快去寻找答案吧 今天现在带大家来到了一个牙膏的生产车间 李公您好 您好 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产车间吗 我们这个是一个全程的无精化生产车间 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设备 感觉都是很现代化的设备 我怎么看不到一点牙膏的膏体呢 它是一个全自动化出售的 膏体是不会外露的 因为外露之后比较容易造成一种污染 然后细菌那微酥味的污染 所以它是全于封闭式的 所以基本上是看不到一个膏体的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一个实验室 这里是一个全程无菌的实验室 那么我已经把我拿来的样品 也就是在市民家中拿到的 开封时间为一个月 一年和三年的三支同款牙膏 都交给了我们的实验员 我们将为了这几款不同牙膏 进行卫生物以及牙膏成分的检测 看看它们之间会有什么不同 在微生物解采中 我们发现 使用了一个月的牙膏 均用的数量为85个 而使用了一年的牙膏 均用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125个 最后使用了三年的牙膏 均用的数量竟然高达2875个 在牙膏成分取样检测中 我们主要选取的是针对 每排成分的脂酸钠 和抗过敏成分的利化丝两项指标 经检测 使用了一个月 一年和三年的30牙膏的直酸钠含量分别为0.47% 0.23%和0.05% 六化丝含量为0.45% 0.27% 0.06% 可以看到 使用了一年左右的牙膏内的两种有效成分极其减少 而使用了三年左右的牙膏成分几乎丧失 就是牙膏开封 长期存放之后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会容易造成牙膏的微生物的25碗 微生物25碗之后 就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细菌 对我们口腔造成不好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牙膏的功效成分 可能会跟空间的一些氧气反应 会造成我们的功效成分下降 会影响我们牙膏一些功效 所以我们建议观众朋友 不要使用开口之后长期存放的牙膏 所以其中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牙膏开封后如果保存不当 三个月后其中的有效成分含量就逐渐开始降低 时间越长含量越低 从而无法达到保鲜银购买时气温的功效 而且开封越久均落数量越高 可能对您的身体造成影响 所以在使用牙膏时 一定要经常盖带 减少与空气的接触 为了安全起见 开盖后尽量在三个月内用完 所以建议您买容量小的牙膏 常卖常新 原来如此啊 这么说 那我那些化妆品 那也有开了风雨后的保质器啊 抱手问得好 细心的女孩子们一定注意过 您的化妆品包装上一般都有这么一个被打开了盖子的瓶子 假如一个化妆品包装上写着12M M指的是英文中的月份 也就是说这个化妆品开盖后的保质器是12个月 家族武汉的刘女士就因为使用了一款过期的高档护肤品 保持满脸找出了小红包 所以您也赶紧回家检查检查 如果您的化妆品过了开盖保持期 就赶紧出这条吧 有请下一位选手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妆 一个豪汉三个包 作为这个演艺圈啊 资深的这个偶像派 我在这个演艺圈 可是有很多好朋友的 他们各个都是真正的 真正的白人 比如著名的欧美歌手克里斯蒂娜 她的鞋柜不仅整齐 用壮观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还有网上流传的范冰冰 大S 猴配层的鞋柜 都比我们自家的鞋柜大很多 没有一点收纳技巧 还真的很难做到大而不乱 这么说 你跟那些明星都很熟啊 那我要你到剑饼照吧 这个嘛 我跟他们也不熟啊 我和咱们新闻大球 真的几个主持人 那关系可是相当不错 据我了解啊 他们各个都是真正的 虚扎达人 要不然我带你们几个去 取取经 快过年了 大家都想把家里好好收拾一下 但是又无从下手 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将采访到底的 几位神秘嘉宾 据说都是整理清洁小能手 他们是谁 又会带来怎样的妙招呢 你们怎么来了 赶紧你先进来 突然造访还给我一个围裙 你这是要干 要我干嘛呀 妈 我同事不知道怎么突然来了 欢迎 说到客厅的话我觉得一到换季的时候 又特别喜欢掉头吧 所以我妈就教了我几个小妙招 那既然大家如果也有这方面的苦恼的话 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吧 像八爪鱼一样对不对 这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扫把 然后呢女生就会有那种不穿的丝袜嘛 因为可能哪里勾丝了之后就不会要了嘛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废物利用 我觉得特别好 它也是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 那我平时在家里扫机的时候 我就拿这个扫 现在旁边这个搓几下 然后把这个放到上面去 也不用扫 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头发也是完全依附到了我们这个 像八爪一样的这个爪子上面 所以拿这个扫地的话也特别轻松 这是什么 把这个漏洞回来 再弄个鸡毛蛋把它组合了一下 这个是胆灰尘的 胆上面的 那你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 但灰尘的时候会那个灰尘掉下来的时候 会瞇到眼睛啊 那不是很不舒服吗 你这样弄的时候 它那个灰尘就直接掉到这个漏洞里面去了 对啊 太厉害了 那你试一下 来来 灰尘都可以这样走一下 然后尤其是有那些 比如那些蜘蛛网啊 你这样打扫的时候 你不会掉到眼睛里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厉害厉害厉害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学到 希望可以对大家平时的生活 起到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我把我们家整间房都做成了我的衣帽间 看一下啊 你像我的衣服呢 一般都会颜色由浅到深 看上去会比较整洁 我经常呢 会把一些不当记过记的衣法 就把它叠起来 叫大家几个叠衣服的小窍门 像这是一件T恤 首先我们来画一个线 这是A点 这是B点 然后这是C 甩一下 我们看 是不是就叠好了 还有的T恤呢 我们把它对折再卷起来 这样也很好收纳空间 看 先对折 然后把它卷起来 对了 这还有袜子 然后把袜子 翻过来 你看 这样就是一个筒状的了 看上去也挺有童趣的 对不对 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整体的鞋帽区 这边呢 我放的是单鞋 还有我的运动鞋 而这边呢 基本上放的就全部都是高跟鞋了 女生都爱高跟鞋 所以我的高跟鞋还比较多 一定要有东西可以让它收纳好 现在比较当即穿的呢 就是靴子了 你看我的靴子 基本上我就会用一些废的报纸 把它撑着 就不会看上去很容易弯曲 而这个呢 这个是我今天才穿了的上午 这样吧 我教大家 来 这是有两本杂质 我们可以把它卷成筒状 为了防止这个靴子变形 上面不会弯折 我们就直接把杂质放进去 这样立马就撑起来了 靴子就不容易变形 好 再来试试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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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一起来 你看 再来试试这个 你看 这样看是只有整齐 然后又可以保护鞋子 然后又可以保护鞋子 让它不容易皱不容易变形 我呢其实是个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 所以我能会的生活小窍门 都是跟吃喝有关的 比如说我刚刚在喝咖啡是不是 其实每天早上的时候 我都会给自己煮一杯咖啡 我们剩下来的这个咖啡渣 也是大有用处的 我现在呢就把我刚刚煮咖啡 剩下的这个咖啡渣拿出来 加上我前两天一直积攒下来的 我们把这个咖啡渣 平铺在这样的一个小碟子上面 你可能会问了 这一碟咖啡渣能有什么用啊 其实我们日常冰箱里面 都会有很多食物 食物呢是容易产生一些异味的 那我们这样一碟咖啡渣 咚咚咚咚咚 放到我们的冰箱里面 就这样放进去 这样大概三四天之后 冰箱里的异味就没有了 偶尔啊 非常有空的时候 我也会给家里人做点自己拿手的菜 但是呢我有个毛病 我会做饭 可是我不会收拾 所以你看我做完的饭 就是这样的 上面有很多油污很难清洗掉 但是我妈妈交给了我一个小妙招 基本上我们所有人 都可以用家里现成的东西 把它给去除掉 这个呢是强力去无忌 喷在油污的表面上 喷完之后呢 用我们平时用来保鲜食物的 这个保鲜膜 塑盖在上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油污 在这个加热的条件下 更容易被氧化 更容易被清除这样一个原理 把它给加热 用的呢 就是我们平时吹头发的吹风机 来时间不用太长啊 两分钟就可以了 好 时间到 那么接下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 就要到了 哇 只要一下子 轻轻的一下子 我们的油污 就已经清除干净了 看来妈妈的这招果然有用 但是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这样的方法 并不适用于那些加热的时候 容易变形 或者容易变色的物体 那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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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满 等一下 我还没说 我还没说 你像我 因为我没有固定一个位置的那种妙招 我都是零碎的东西很多 所以都比较散 就比如说我随手都可以拿到 你看这里 就是 这个 是我用来 放首饰的 这看起来像是放首饰的 其实买的时候 它 它 是放在冰箱冷冻室里的那个冰格 所以就可以把它用来 当做放首饰的小格子 这样就一目了然的都能看到 就很方便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随手可以看到的小妙招 就是这个 是不是很厉害 这看起来是啥呢 其实它是一个 数据线收纳小卷筒 因为平时家里面很多电子用品 然后数据线就会乱放 所以我就会把它这样折好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桶里面来 然后你们肯定会好奇 这个卷筒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卡通的东西呢 因为 我又发明了我的聪明材质 小的时候很喜欢去文具店买这种彩色的小胶带 这小胶带有时候用到最后就剩一点点也不好用了 所以剩下来的就可以把这种废掉的卷纸筒 用这种彩色的小胶带缠上几圈 做成漂亮的收纳筒 好了 看这个收纳小卷筒就做好了 有请下一位选手 哈哈哈哈 终于轮到我们专业人士登场了 这些就是我胖婶清洁中心的姐妹妹 今天就是我们看看什么叫做干一行爱一行 好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回事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宋大姐你没事吧 对对对 哎呀别说了给你送医院吧 哎呦哎呀 哎呦哎呀胖筐我回来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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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我跟你说呀宋大姐送到医院了 做了CT应该无大碍呐 哎呦哎呦这都是检查单子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哎呦啊 这么贵 哎呦这下可完了 这宋大姐是在我们家摔伤的 这医药费都得由我来承担吧 哎呦希望她早点好起来啊 哎呦这些你不用担心 我们保洁公司给员工早就买了那些保险了 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员工出现意外的时候避免纠纷 真的吗 那些因为保洁引起的纠纷可多了 不信啊 你们看 一到年末 很多家庭都会选择雇佣终点工 来家中做一次彻底的清洁 可是您知道吗 如果市民随意通过介绍 或者在网上起终点工 工人不愿出现意外 出事后 雇主或许要面临巨额赔偿 2016年9月6日 广州丽江花园一名业主 请小区清洁工打扫卫生 与清洁工在帮业主擦窗户时 不慎从酒楼坠下身亡 家属向该业主索赔70万元 2013年1月19日 陕西太原的韩某通过小广告 联系到了田某来家里擦玻璃 田某在擦玻璃时不慎坠楼摔伤 为此雇主供支付医疗费和赔偿 共36.5万元才两节纠纷 请来的终点工 万一在家中发生意外 责任究竟在谁 怎样才能避免出现这类家政纠纷呢 我认为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角度就是雇主 自己直接雇佣家政服务人员 这种情形 也就是属于一个通俗奖的雇佣关系 一般情况下都是由雇主来承担责任的 第二种情形就是雇主 通过家政服务公司找的保姆 这种是两个合同会涉及到 第一种合同关系 是雇主和家政服务公司发生的 是一个服务合同 家政服务人员跟家政公司之间发生的 它应该是个劳动关系 决定工商了之后 他走的是工商保险赔偿这条线 我建议 首先雇主尽量不要自行 进去找家政服务人员 一定要找正规的家政服务公司 如果雇人家政服务人员 要从事一些高空高危的 这样的作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如果是家政服务公司派过来的话 一定要提醒家政服务公司 采取这样的安保措施 并且最好要缴纳保险 此外 家政服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 不是损坏了顾客家的物品 也是常见的家政纠纷问题 2016年8月 厦门的汪女士 从某家政公司 请来了一名家政人员进行清洁时 终点工竟然将清洁大理石的清洁液 喷在了客厅的LED电视上 导致了这台价值高达 18000元的电视机 无法正常使用 汪女士随后要去该公司 赔偿损食时 不料家政服务公司和中点工相互推诿 始终无人愿意承担责任 2015年11月 山西的陈女士 在网上找了一个中点工大姐 帮忙召看父亲 结果大姐打碎了陈女士家里 收藏了一个价值三万多的古董花瓶 等陈女士发现的时候 大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了 陈女士后来得知 那位大姐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 只是自己将信息发布在了网上 这个也是分成这两种情形来打 雇主直接雇佣的话 一个雇主一个家政服务人员 那么就由家政服务人员 自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就完了 而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家政服务公司 指派的这种情形 雇主跟家政服务公司之间是服务合同 由家政服务公司来赔偿 看来呀 这做保洁 还是要请正规的家政公司啊 那当然啦 我宣布本次保洁大赛 你们三个并列第一 你们的奖励就是 去我家帮我做保洁 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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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